歡迎收看《Childless Masterclass》 今年2024年,香港將會首次舉辦世界棍網球女子U20禁標賽 無論你是球員、球員的家長、朋友、甚至是普通的觀眾 相信你看完這條影片後,都會對女子棍網球有更新的認識 說回球賽的基本資料 棍網球是一個十打實的運動 我們有三個前鋒、三個中場、三個後衛和一個守門員同時在場上 比賽就是在足球場上的進行 我們有四節,每節十五分鐘 break 每節、二節之間有兩分鐘 中場就是十分鐘 每一隊通常都有兩個timeout 每個一分半 有個球進入籠子裡,就會有一分 一球一分 夠時間完場的時候 哪隊高分一點,就哪隊贏 看回球場地 比較重要一點 這兩個位置就是龍門的位置 龍門的旁邊有個goley circle 龍門的前面有個半圓 整把線 龍門和底線之間也有距離 可以被球員進行走動 而這裏就是中場 就是開球的位置 另外這兩條線就叫retrain line 一陣都會提及 這個位置就是substitution area 就是換人的位置 而教練就會站在這兩個位置 後備的球員也會站在這兩個bench area 棍網球的換人 就跟手球十分相似 因為進行即時換人 所以在比賽過程中 是不需要暫停 不需要吹雞就可以換人 只要球員A 跑出substitution area 球員B 就可以同時間跑出 去球場上比賽 我們現在看看棍網球的裝備 首先有球棍 球棍是由棍身和棍頭組成的 棍頭棍網的織法有很多種 每一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棍子 會影響球出來高一點和低一點 這個是比較傳統的織法 比較新一點有這個mesh的網 去織這個pocket 因為女子棍網球是一個低碰撞少少的運動 所以他的pocket的袋是淺一點的 而男子棍網球就是這裏 他就有一個深一點的pocket 講到球棍 講到Stick Check 每一場比賽開始前 為了確保公平 球證都會對球員進行Stick Check 基本上就是有一支棍 球證會把球放在上面 你看到球的頂部要露出來 另外球證會嘗試把球棍輕輕傾膝 或者左右傾膝 這個球都要掉出來 我們的守門員的球棍就特別一點 你看到他支棍的棍頭大很多 就方便去進行救球的動作 我們現在講一下這個保護的裝備 那女子棍網球 通常就有這個眼罩和牙膠 你都可以選擇帶不帶一些手套 去比你有更多grip的棍 剛剛講到 男子棍網球的碰撞性會高很多 你可以看看男女之間裝備的對比 男子會戴上頭盔、手套、護身 甚至有些兩米長的棍 女子就不同 通脹性會低一點 所以他的防護裝備也會少一點 如果你想戴頭盔怎麼辦 不要緊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 如果你想戴頭盔的話 就可以做守門員 他們就有頭盔、手套、衣服 再次的動作 拉弓進行射門 另外我們都會混球 確保在我們跑道的時候 脫球不會掉出來 而脫球如果真的掉到地上的話 我們就會進行一個橙球的動作 女子棍網球的開球 就跟男朋友的砧磨十分相似 兩位開球的球員 就會站在球場的中間 就這樣站 他棍頭的背面 就對棍頭的背面中間 就會放一顆球 球成吹雞 他們就可以把一支棍子向上撥 意圖把一顆球撥上天空 如果那顆球撥上去的時候 球是低於兩位球員的頭 就要進行這個redraw 因為重新來過 如果那顆球飛上天空 吹雞的時候 外面這四位球員 其實就可以衝進去搶 在未吹雞之前 就不會進入一個圈裡面 就算吹了雞之外 這六位球員 和這六位球員 都不可以難出這個retraining line 他們什麼時候才可以出去 這個retraining line 就要這六位球員 其中一位球員 拿到一顆球的時候 球成就會吹possession 這些六位球員 才可以衝出去 進行這個比賽 剛剛就說到retraining line 我們就知道一個offside concept 同時間一隊人 在場上最多只可以有十個人 但這十個人怎樣分佈 都有學問的 我們的籠在這裡 我們就會看回這條retraining line 黃色這條 藍色這個區域 在retraining line後面 藍色就是防守區 最多只可以有七個人 我們之前中場有三個人 他可以向前場跑 亦可以向後場跑 如果三個中場和三個前鋒 都在這裡有六個人 防守者 防守後衛就不可以衝上去 所以就變成七個人犯規了 那就offside 我們現在講界外球 怎樣才叫球出界呢 球出界當然要叫出界 球員拿著球的時候 如果他把棍子伸出界外 就不算出界 他要腳踏出界外 才算出界 當球在這個位置出界的時候 跟其他運動不同 棍網球就不需要在界外 把球放進去 不過開球的球員 可以直接拿著球 站在界場裡 而他可以直接跑動 像是射球 傳球任何動作 另外一樣需要知道 就是self start 球證不需要吹雞 球員拿到球 其實就可以開始跑了 還有一個棍網球 非常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個chase 這個東西 即是怎樣呢 當我們說射球 射球出底線 射出底線 正常就會去防守球員開球 但棍網球是不同的 棍網球是看球出界的時候 這個位置 誰最近出界這個位置 如果一個進攻球員 站在出界的位置旁邊 他最近的話 那球就會給他進攻球員 在這個位置開球 那就不一定是防守開球 進攻可以不斷射 這就是棍網球的龍門 外面就有個goalie circle 射進去就可以得分 我們說到龍門的旁邊 就有個goalie circle 也可以叫做the crease 這條黃色的線 其實就是保護龍門的 進攻球員 無論有球還是沒有球 都不可以走入圈裡面 否則就犯規了 除非進攻球員跳進射門 這個叫dive 當去dive的時候 進攻球員要確保 他落地之前的球已經進入了 否則就犯規了 而個goalie在這個goalie circle裡面 其實是無敵的 進攻球員 就不可以碰到個goalie 不可以撞到龍門 防守有這個5 second rule 無論是個龍 或是防守球員 拿到的球 在這個goalie circle裡面 他們最多只能在裡面 站5秒而已 5秒之內要出去 而且他們不能進去 最後我們說一下 常見的犯規 對於知怪網球 就有分這個minor foul 和major foul 再嚴重一點 就會出這些黃牌 或者紅牌的 warning cards 而這些規矩 其實是為了保護球員的安全 所以基本上 minor foul 就是沒有那麼危險的 foul major foul 就是很危險的 foul 如果超級嚴重 超級危險的話 就會出黃牌 甚至紅牌 講多一點點 這個 warning cards 如果他收到一張黃牌的話 球員就會出場兩分鐘 而這兩分鐘的情況下 是沒有後補的球員 可以代替他出場 形成一個man down的情況 就是少一個防守球員 或者少一個進攻球員 那麼 當他第二次犯了一個很嚴重的情況 之後出回右犯規 球證要出事這個黃卡加紅卡 他就會罰五分鐘 那紅卡 就是當他一個非常之嚴重的情況發生 例如一二打敲到人的頭 他們很危險的 直接出紅卡 他就要出場十分鐘 無論他收到黃卡、紅卡 還是走到紅卡 那位球員就好像午飯離場 這樣是無法再參與這場比賽 那這些是一些常見的 minor fouls 你可以自己看看 例如2D goal draw 就是可能去 draw 開球那一下 偷步 或者是goalkeeper goal score 龍門是不可以入球的 那如果龍門 一直扔球出去 然後入球 那就犯規了 另外 是不可以搜球 也不可以踢球 也不可以亂扔球 也不可以亂扔球 那是off side 剛剛說了 delay of game 如果你要開球 然後你不開球 你不可以丟掉一顆球 那你就會延遲 例如所有這些 minor fouls 如果你球證 覺得你很刻意地發生的話 有機會就會變成major fouls 甚至要出牌 所以如果你不斷延遲 那可能都會出牌給你的 我們現在講一下major fouls 那真的很危險 那拉cross這個運動 是准許有一個checking的動作 讓你的棍去打人之棍 去打人的棍 去打人的球 通常合法的checking 當你是可以打人的棍頭 的位置 去打一顆球 如果你打中其他位 基本上都不太好 那在cross check 這個動作 就是你見到防守球員 伸直的手這樣推 伸直了 那就叫cross check 那check to the head 你看到他黑了黃色 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這個犯規非常危險 你看到一眼打人的頭到 十分之危險 所以就直接一定要出王牌 那另外還有什麼一定要出王牌呢 就是dangerous propelling 就是進攻球員射球 射中了人 那就很危險了 而dangerous follow through 就是射球的動作打中人 那又是很危險 所以就一定要出王牌 另外swiping slashing 你見到球員可以大幅度的 拔弓打下去的球員 通常都是犯規的 那另外我們會講一下3 seconds rule 和shooting space 那現在講一下3 seconds rule 那又是保障防守球員的安全 免得你無理拉奸 站在一個路中心被人射 那防守球員呢 如果他想要入這個半圈裡面 他一定要有一個purpose 就是守著一個進攻球員 那如果防守球員沒有守著任何進攻球員 即一支棍內沒有進攻球員的話 他又站在這個fan裡面三秒以上 那就犯這個3 seconds rule 那最後我們講一下這個shooting space 同樣都是為了保護這個防守球員的 那當一名進攻球員拿著一顆球 進入了這個半圓的時候 其實他基本上都可以射球的了 那他想射球 那你見到他這個射程範圍呢 如果有些防守球員跑出來 就會shooting space 其實如果你本身已經在守著他 好像這個24號 他本身已經在守著這個16號 那就可以繼續守他 但你見到19號 本身在守著這個球員 但他現在突然衝出來 拿著16號射球 19號就會犯這個shooting space 但如果16號 沒有看到這個19號 直接射出去的話 那就叫做dangerous shot 射中19號還會拿牌出場 所以進攻球員拿著一顆球 衝進入半圓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會見到他 在那邊塞 跟球證說我射球了 那這個時候 當有其他球員這樣衝出來的話 就會犯這個shooting space的淘汰 剛剛講完淘汰 那發生了一個犯規之後 怎樣開球呢 如果這個犯規不在這個半圓裡面發生的 可能在場的 這個位置發生 在那邊發生 就會在那邊開球 就叫做free position 的位置 其他球員就要距離去4米 同時剛剛講過 Self shot 就是球證不用吹雞 那球員拿著一顆球 其實就可以開始跑了 那如果犯規發生在這個半圓裡面的話 我們就要看它是怎樣的犯規 只要是一個major foul 那個 foul很危險 而且那個 foul影響到球員去進攻射球的話 就會進行一個罰球的free position 那個球員就會站在最近的marking 例如這個位置 他剛巧就站在這裡 另外旁邊的兩個marking 就會被防守球員站 而整個線是會清空的 就像射罰球一樣 這個進攻球員一開球 就可以衝進去射球 通常很多入球都會在這個罰球發生 如果開球的犯規是一個minor foul 或者沒有影響到射球的話 那球員也會站在這個free position的位置 就是最近的點 但是他不會清空中間 中間仍然會有防守球員 令到球員就不一定可以開球馬上射了 如果在龍門後面發生了防規的話 他們就會去這兩個點 最近的點去開球 今天就是這麼多了 希望大家對女之棍網球會有更深的認識 拜拜